上一期节目播出以后 很多网友说不喜欢这个播音枪 我其实真的不是要什么播音枪 只是前两天感冒的厉害忘记吃药了 好 另外不少网友说 Mac不就是PC吗 啊 我只能说你们太年轻 知道Mac曾经有个系列广告大红大紫吗 我们只能够一旦 PC OK Hi I'm a PC OK 过过了那我们再过了那 对 我要重复那 你也知道 其实我没有 Oh what? Macs don't have to 我们有他们 然后我们失败了 I'm going to go get IT Keep an eye on him 还是看看今天我们要体验些什么东西 记住我们不是评测 我们是体验 哈曼卡顿的音响 我们就没有必要多说了 其旗下的品牌更是远近闻名 你不必去纠结音质怎么样 只需要知道它很牛逼就是了 既然哈曼卡顿的音响这么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 投影仪吧 在没有用过它之前 我对投影仪的印象 仅存于大学课堂上那个很大很重放PPT的玩意儿 而这投影仪 小巧轻便 外形时尚 仅凭这点就给它涨了不少分 那么成像质量如何呢 嗨 请你 这台外形酷似打叠机的投影仪 由于采用了LED光源 在提升了寿命的同时 其亮度据说可以达到580牛民 你不需要知道有多亮你只需要知道很亮就行了 当然想看得更清楚嘛还是拉上窗帘吧 类置16GB的存储空间 系统就占了8个G HDMI AV 光纤 USB2.0 3.0 蓝牙4.0 支持WiFi链接 可以说我们平常用得上的接口基本上都有 由于是安卓系统 所以U盘可以极插极用 这样看来8G的存储空间 也不用太在意了 既然号称家庭影院 最重要的肯定是画质和音质了 音质 你没有听错 这台微型投影仪自带音响 而且是哈曼卡顿的水晶音响喇叭 其音质 但是个人感觉只比Beats PO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在这个价位的投影仪中 可以说音质是顶尖的 你他妈在逗我 当然 喜欢追求音质的人那就另说了 画质方面 1280x800的分辨率 略微感觉不是太够看 据说最大可以放大到120寸 支持4K视频 画面质量还算不错 正头 掉头 怎么舒服 怎么来 梯形校正 让你的投影仪可以处于任何角度 调节焦距 则配合官方APP进行手动调节 或许更为方便 自带的芒果TV与百度音乐 让你能够随时享受影音乐趣 手势操控轻描淡写 2D转3D 3D转2D都可以胜任 总的来说是非常适合年轻人的玩意儿 那这玩意儿到底如何呢 倘若你仅仅是把它当作电视的替代品 那就不太推荐了 毕竟这2699的价格 加点钱来台小米电视还是不错的 虽说它看似比较便携 但终究离不开电源 加上环境的限制 这么看来便携并没有多大的用 不上不下的地位 着实有些尴尬 只能说在这个价位的投影仪中 还是挺有竞争力的 谢谢大家 同时